那再來的話 我們下一個練習 不過難度就滿高的 其實我本來之前上課 大概講到這個合併就結束了 就馬上就同學就馬上問說 老師那除了合併可以分割嗎 當然可以啊 怎麼做 對 馬上 不過他反應滿快的 因為其實工作裡面 你會發現 通常檔案不就是合併 不就是分割 有沒有 你會發現合合分分分分合合 你在處理資料不就是一直在分在合 對不對 那最好是可以分也可以合 你要做一個報表 要總表你就合併 你要做個別的報表 那就把它分 對不對 那你如果假設你沒有辦法 快速練你要因為人工在作業 那你的效率一定差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希望 能夠解決一個問題 OK 我剛剛有一些提示 所以我剛剛已經先把什麼 我把全水由於地址裡面25個檔案已經把它刪掉了 不過啦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手動刪 我可不可以寫一個程式 就是給他目錄幫我全部 可以啊 怎麼做 剛剛不是講的 OS點REMOVE 對不對 那REMOVE的話 它必須指定它的路徑 檔名跟護檔 那你在配合OS點WALK 指定到這個目錄 把它逐一逐一個檔案的檔名 負檔名找到之後 那再丟給OS點REMOVE 它就一個幫你把它移除了 不過啦 我們先不要 這個你們如果有時間在練習 那我先把它手動刪掉好了 那有個想法 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把剛剛的O.TST這個檔 幫我把它怎麼樣 切開來 然後再存檔 所以其實喔 這邊可能會需要兩個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如何切開 那切開我剛剛講過 可以用SPRIT 有沒有 就是把這個O.TST open起來 然後READ O READ嘛 把它全部READ進來 READ之後的話 那我再配合一個 把它先丟到一個變數S好了 然後S點SPRIT 跟它講說兩個換行幫我切開來 所以呢 它就會很聰明的 幫我從這邊切一刀 有沒有 三重 上面是三重 下面是中立 然後所以這個是0 這個是1 後面可能是南投 再來是2 一刀3 因此類推 不過在最下面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0到24就結束了 但是因為我們好像有多了一個縫3 下面還多一個換 所以可能會 0、1、2 應該到24 縫3就24 就結束了 可是它底下會多一個 多一個喔 因為我們這個一刀切下去 這邊會多一個25 所以25這個是空的 那最後你可能要把這個空的 給去掉 不然的話會多一個檔案 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還有哪些地方 所以你就把它先切開 那切開之後的話 只要再配合存檔就好了 有沒有 切一刀 然後第一個0 就存成叫做三重.tst 可是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它的檔名怎麼辦 檔名的部分 不過後來我發現一個地方是有一個固定性的 就是它的檔名一律會是在固定的位置 哪個位置呢 好像我算了一下 從這個地方算到這個三重的3這個字 好像是第16個字跟第17個字 所以我只要取得這一個文字的第16跟第17個字 把它當成檔名 後面加點.tst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要檔名跟副檔 然後存檔 那就成功了 而且我看了一下 底下好像這個規則OK 你看中立有沒有 那在底下好像也都可以 就是這個變藍頭 那在底下的話就台中 所以算一下 它的位置好像 我記得是第16跟第17個字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怎麼可以取得我要的這個第16 其實很簡單 只要給一個文字的一個變數 後面你只要加個中瓜糊 有點像串列 那如果假設 你要取的是這兩個字 它的位置如果假設是第16 跟第17的話 那假設我們這個裡面的這個字 是在S變數裡面對不對 如果你要取這兩個字 那記得喔 你就可以在後面加一個中瓜糊 有點像是串列喔 那記得呢 它的概念跟串列很像 字的話呢 它的位置一樣從0開始 所以如果假設說 你的位置是第16個字的話 第16個字的話 那這個位置應該是15 對喔 OK 所以你這邊的話跟他講說 我要從第15個字開始去 後面加個冒號 冒號後面的話呢 就是你停止的位置 那停的位置應該是哪一個 這邊應該是第17啦 不過位置應該是第16嘛 OK 所以如果編號從0開始 那第17個字應該是第16 那我要停的位置應該就還是一樣的 就是它的下一個 所以這邊記得給多少 16的下一個 17 所以喔 以後看到15冒號17 指的就是第16跟第17個字喔 OK喔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喔 這是最難的地方 如果這個可以跨得過去的話 那問題應該就簡單了 OK 所以請各位喔 先試試看好了喔 想想看喔 如何可以把O.TST 快速的分割 又分割成25個檔案 幫我把它存在這個目錄裡面 把它存回去喔 OK 試試看這個部分喔 這個我想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喔 如何解這一題喔